我們了解到了基因, 基因就像是我們的文字, 基因它是文字,由四種不同的DNA組成。 由四種不同的剪輯組成, 我們給它起了名字叫ATGC, 我們把它稱作剪輯順序。 在我們身體裡的每一個細胞都有這樣剪輯的順序。 把這四個不同的字母怎麼組合起來呢? 這四種不同文字的組成, 使得不同程序。 而這四種不同程序的形成, 決定了細胞的功能和它的特徵。 當這個剪輯順序改變了, 你的細胞會改變。 當然了,這就是說明我們身體裡的細胞會不正常地工作。 所以,今天你所了解到的各種疾病, 都是由於基因剪輯順序不同, 變成不正常的順序改變。 讓我用更簡單的方式給你解釋一下, 所有不同的疾病都是由文字的改變。 當字母的順序改變的時候, 字就變了。 這是科學家們所有的極重大的發現。 在每一個單獨的細胞裡, 都會有二十三對染色體。 在顏色體裡面有不同的基因。 基因看起來就像不同的線一樣。 基因非常活躍, 基因不停地在工作。 這是不活躍的基因。 當你聽到一段很美妙的音樂, 你覺得非常快樂。 你覺得太棒了,太棒了。 你看這屆的世界盃, 如果中國隊贏了巴西, 全中國都會變得極端興奮。 每一個中國人都會特別高興。 每一個人在他身體裡都會產生一種激素, 叫做 Endorphin。 因為你身體裡有endorphin這種激素, 你會變得特別地快樂。 非常地喜樂。 這是一種特別的化學物質, 而這種特別的化學物質是你的腦細胞裡面的基因產生的。 在你的大腦裡, 也有基因, 產生endorphin這種激素的基因。 如果產生endorphin這種激素的基因不工作了, 然後你覺得很鬱悶, 你一點也不開心。 但當你的endorphin這個激素活躍起來的時候, 你會變得非常地快樂。 是甚麼是這個endorphin這種激素的基因一觸即發呢? 是看到美的東西。 當你看到美麗的大自然。 我去見Gilin Kedim, 我去了桂林。 哇! 太美了! 我真的想去黃山看一看, 或張家界看一看。 人們曾這樣說, 張家界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 我曾經去過挪威, 挪威的自然是那樣的美。 當我看到這樣的美的時候, 我大腦裡產生了大量的endorphin。 大自然的美, 是美促使了endorphin的產生。 當我第一次看到我太太的時候, 我的endorphin 一下就出電了。 當我回想起我在挪威的日子, 我太太和我在挪威進行了短暫的旅行。 我們的endorphin的基因變得非常非常地活躍。 基因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基因就是文字。 你知不知道還有什麼使你的文字有了意義嗎? 那些美好的、善良的。 如果有人幫助了你, 當你遇到麻煩的時候有人幫你, 好像沒人幫助的時候, 伸出一隻幫助的手, 那些人正好是能夠幫到你的。 這個人幫了你。 你覺得高興嗎? 你會說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當你去感謝別人的時候, 你是不是變得非常喜樂? 善和美的東西都會使你身體裡、大腦裡產生這種endorphin。 還有什麼呢? 能夠產生這種endorphin。 還有真理。 當你最終認識到真理了, 你曾經是那樣的迷茫。 你到處看書,看看這兒看看那兒。 你不停地去聽講座,想尋找真理。 但是你還是不明白真理。 你的問題永遠沒有答案。 你覺得非常地不開心。 然後你產生了腎上腺素。 腎上腺素在你身體裡, 你覺得很緊張。 你覺得很容易生氣、發火、發脾氣。 但是我希望你現在聽這個講座。 你會說,哎呀,我終於發現了真理。 李醫生在告訴我事實、告訴我真相。 你覺得開心嗎? 當你找到真理的時候,你會覺得喜樂。 當你看到你的endorphin基因在不停地活動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的真理美的時候。 我通過這個講座,就想讓大家看到真理。 這樣奇異的真理是有關你的健康。 今天許多人提到他的健康狀況的時候,都顯得非常迷茫。 在我以前的講座裡, 疾病的產生是由於基因的改變。 我也告訴大家,基因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它的特徵是組合起來的。 正是由於基因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 那什麼是基因能夠產生反應呢? 我們已經講了,是真、善和美。 其實我告訴大家,科學家的發現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這裡。 當老鼠媽媽生了小老鼠貝貝的時候, 老鼠媽媽的本能,就是要保護他的小寶寶。 我們把它稱作母性的本能。 你知道科学家发现什么了吗? 这种母性的本能是由基因决定的, 是由ATGCG四种不同的字母来写的, 是写出来的文字。 当我们改变文字的顺序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老鼠妈妈身上的基因删除的时候, 看下这个鼠妈妈, 似乎她没有了母亲的本能。 这个鼠妈妈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老鼠宝宝。 今天我们会用基因来解释本能。 这么有意思。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片,大家看一下。 这篇文章写的非常有意思, 是《科学美国》杂志上登载的。 题目是《要理解基因行为》。 我们以前对基因的概念呢, 都是基因会影响到你的头发,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外表。 科学家甚至可以发现,今天基因事业影响到你的行为方式。 有意思吗? 是基因决定了这种母亲的本能来招呼她的小宝宝。 而这种本能呢? 是已经写在了细胞里变成文字的样子。 就是由ATGC四种文字来写的。 就是这种简迹顺序来写的。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看到一些苍蝇。 很小的很小的苍蝇。 你买的水果上面都有。 他们是看到这种水果的产品出来的。 他们发现到了这种小果蝇,他们的交配的行为。 这是公性的。 这是母性的果蝇。 所以,这种公性的果蝇想和母性的果蝇想。 他们不是直接就碰上了。 那种大小的大小的那种苍蝇。 总是在肮脏的地方,你可以找到苍蝇。 在肮脏的地方产生了这种苍蝇。 他们的交配方式也非常的野蛮。 我不觉得他们的交配方式有什么好的地方。 但是这种苍蝇的果蝇呢? 但是这种苍蝇呢? 它们的交配方式却非常有意思。 它们很清洁。 它们去做的是不同的。 这是母性的、雌性的果蝇。 这是雄性的。 这是雄性的。 雄性的果蝇暗示的时候。 这种苍蝇和女性必须按照某些程序来走。 这是交配程序来走。 这种苍蝇已经写在他们身体里的基因。 他们自己是不能创造自己的程序的。 大家知道吗? 这种苍蝇已经写在了他们的细胞里。 这种苍蝇是向着这种苍蝇的角度, 从这种苍蝇的角度, 从这种苍蝇的角度, 从左边过来。 这种苍蝇的果蝇就不知道这个苍蝇的目的是什么。 这种苍蝇的果蝇的反应很有意思。 这种苍蝇的果蝇发现了雄性的目的。 这种苍蝇的果蝇就会说, 原来她喜欢我。 她明白。 那你知道这种苍蝇的果蝇会怎么办吗? 她会做很有意思的事情。 她还假装自己根本不在乎。 她继续往前走,不停下来。 然后这个苍蝇的果蝇,她要去触摸这个苍蝇的果蝇。 轻轻地触摸。 她说,啊,请等一等。 这种苍蝇的果蝇就会问她了,什么? 其实,这种苍蝇的果蝇早已心里有数。 你觉得她们跟女性有没有很相近的地方吗? 这种苍蝇的果蝇要改变她的位置。 就要从右边过来。 大家看到这个直角了吗? 刚才呢,是45度角。 现在直角进攻。 这时候,雍蝇的果蝇必须震动自己右边的翅膀。 然后她要唱歌。 她不停地唱,啊,我喜欢你,我爱你。 这时候,雍蝇的果蝇就有了反应。 下一步,大家看一下。 下一步,大家看一下。 下一步,他们成功地交配。 大家看到了吗? 所有的果蝇,只要她是果蝇,她的交配方式就是这六个步骤。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输入了程序。 我想让你明白,在每一个活的生命里, 在每一个细胞里都储存了程序。 很有意思,是吧? 不是我,也不是你储存了这个细胞的程序。 果蝇没有自己去装上这个程序。 但是,他们却有了这种程序。 一切生物在她的程序里都有文字。 因为在我们的细胞里都有基因。 基因就是文字。 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文字。 我们的细胞里怎么会有文字呢? 你觉得文字的出现是偶然的吗? 你觉得文字的出现是偶然的?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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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但不见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 汉族有自己成型的文字。 为什么呢? 因为在汉族里有人造字。 其他小出名族, 没有人造字。 所以大家看到文字的特征了吗? 必须有人来设计、有人来创造。 所以在我们的细胞里, 我们把这种文字的写, 书写的文字称作解析顺序。 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当我用这些文字的时候, 就发现了程序。 有喜乐的程序。 在喜乐的程序里, 是要产生出奥状。 是这个基因产生出来的奥状。 所以在我们的程序里, 实际上我们本来就是要喜乐。 当我们发现真理、良善、美的时候。 当你发现到有人爱你, 我爱我的太太, 我爱上她的时候, 就跟自己决定, 一定要问问她肯不肯嫁给我。 我对她说, 我会等,直到你自己做决定。 我会等。 但她说,我不想等。 因为我也爱你。 大家看一看, 我的症状简直蹦了起来。 所以, 这些基因是对信息有反应。 当你得到好消息, 每一个消息都有它的意义。 有那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就会有不好的意义。 当你得到一个坏消息的时候, 当你从电子邮件上得到了坏消息, 你看到了很糟糕的意思。 你会生气。 你会生气。 你生气的原因是, 脑细胞产生出了肾上腺素。 是肾上腺素使你生气、腹饭。 而 endorphin 使你快乐、喜乐。 还有另一种物质叫做 serotonin。 这种 serotonin 让你感觉很平安。 而你平安的这种基因是由脑细胞里的基因产生的。 我还是想大家别忘了一点, 基因是被称作简积顺序的文字。 当文字写在基因里的时候, 它就有了意义。 也对意义有它的作用。 当基因得到好的意义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出好的反应。 当基因得到坏消息, 就会产生出坏的反应。 然后 endorphin 使你喜乐的激素停止了。 你突然间就不高兴了。 肾上腺素 使你平安的激素也没有了。 平安也没有了。 然而这时候,你变得非常担心、不安。 因为你这时候有紧张的激素。 因为这全都是你身体产生出坏的反应。 是因为你看到了坏的消息, 也得到了坏的消息。 我们想一想, 你的电话铃响了。 你的丈夫已经出车祸了。 你接到电话铃响了, 你的丈夫已经出车祸了。 你的丈夫现在在医院里。 你一直在等你丈夫回家。 你一起去餐馆吃饭啊。 两个人一起共度时光。 你当时那么开心在等他。 结果电话来了坏的消息。 你的弹脑里没有突然间停止了。 你平安的激素也停止了。 你开始变得非常不安。 所以当不同的意义来到的时候, 基因有不同的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基因是文字啊。 文字就是有意义的。 你觉得有意思吗? 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基因。 当你在想一些糟糕的事情。 当你得到好的消息。 你的痕祸令你愉快的这个基因。 坏的消息来了。 坏的反应。 使你紧张的这种激素就产生了。 我们的人类不是机械式的。 我们的人体的基因是对意义有所反应的。 而对这种意义我们还有一些化学反应。 是由于情绪的感情上的输入会产生。 心理上的信息也会导致人体的化学反应。 实际上,心理的反应会产生出叶的反应。 而它正好导致基因的作用。 当我们看到不同的基因受到作用的时候, 你身体里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 当你身体里的痕瘦激素在活跃的时候, 你感到很快乐。 这时候,身体会有其他的反应。 因为你身体里产生了痕瘦激素。 每个人都担心癌症这个问题。 你知道癌症是怎么产生的吗? 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变得坏了。 人们为什么会担心禽流感呢? 担心萨斯。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脆弱。 当你身体里有一个禽流感的病毒进入到你身体的时候, 当你身体的免疫功能正在正常工作的时候, 你的免疫系统会消灭这个病毒。 实际上,你身体里每天的免疫功能都会消除这些癌细胞的产生。 大家看一下,不管你怎么样, 不管你是谁,包括李医生, 我们身体里每天都有这个癌细胞的产生。 你身体里的免疫系统是知道的。 然后就把它消灭掉了。 然后呢,这个病毒呢? 然后病毒呢? OK,so let me show you this very interesting picture. 请大家看一下一个图片,非常有意思。 OK,this is cancer cell. 大家看一下,这是癌细胞。 这是白细胞。 这是白细胞。 这是特别的白细胞。 大家看一下是一类特别的白细胞。 这是白细胞。 这些特别的白细胞。 这些特别的白细胞。 大家看一下这些T细胞围绕着这个癌细胞 这些T细胞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消灭癌细胞 当然了要消灭它还要杀死它 怎么杀死癌细胞呢 当你打开一个T细胞看一看 就有基因 在基因里产生一些特别的物质 而这些物质正好是杀死癌细胞的 我们把它们称作这种特别的细胞 就是细胞的细胞 来使用细胞的细胞 这是细胞的细胞 细胞是细胞的细胞 因此,在T細胞裏產生的基因,毒素要殺死癌細胞, 這時候基因非常活躍,在T細胞裏面, 這時候,T細胞的形狀要改變, 這時候,癌細胞垮掉了, 在以前,癌細胞是種在一起的, 很結實, 在受T細胞攻擊後, 這時候,癌細胞正好在活躍, 因為它們產生了很多淋巴毒素, 殺死癌細胞。 我知道,每一位各位在聽這個課題, 要求你的T細胞活躍。 你知道,如何能活躍起來嗎? 是烏尿墨使它活躍的, 或是靠一些聚體平安的激素, 它讓你覺得很好、喜樂、平安。 當你有喜樂、平安的時候, 你覺得很幸福, 得到了真理。 我們一定要明白真理。 當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當你找到了你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 你活著的意義, 你能夠給這個世界帶來什麼美好的貢獻嗎? 當你能找到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幫別人。 這是我的天分。 這時候,你覺得非常幸福。 你找到了你生活的目的, 找到了生活的意義。 所以,我們中國幾千年前的孔子也這樣說, 如果我能在早晨聽到真理, 我晚上死掉都不遺憾。 照聞到西死可以。 因為找到真理就會讓你喜樂。 當你聽了這個講座, 找到了真理, 你會說, 你會說, 太美好。 你會有獨特氫, 當你產生獨特氫, 當你產生獨特氫, 你會覺得快樂。 然後, 它會促進你的T細胞的活動。 然後,他們的工作就是殺死癌細胞。 我們的系列講座當中, 我們會講到怎麼用自然的方法來治療癌症。 我會給大家所有科學方面的證據。 在一些癌症病人當中, 自然的癌法起了作用。 例如, 病人來到醫院, 他們想做手術, 把身體打開, 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了。 他們似乎是絕望了。 然後, 醫生把他縫起來。 然後, 他們說, 這個病人活不了多久了, 最多活三個星期。 但是, 這三個星期之後呢, 她好了起來, 她還是活著。 半年以後呢, 她看起來有點像正常人。 她又回醫院檢查, 做了X光檢查, 也做了其他的檢查。 醫生們發現癌細胞不見了。 我們通常會把這種事稱作奇蹟、神奇。 其實不是神奇, 是有非常確鑿的科學證據的。 我會給大家講。 所以,如果你開始了解基因, 你就明白了神奇般的醫治之能。 為什麼這樣的神奇會發生呢? 你覺得有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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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正常的基因變成了正常的, 如果不正常的基因變成了正常的, 那些不正常的癌症細胞也可以恢復到正常的。 那些不正常的癌症細胞也可以恢復到正常的。 當你開始明白基因, 當你開始明白基因, 你就明白了神奇。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明白這一點。 基因為什麼會從不正常變成正常, 不正常變成不正常。 我已經解釋給大家, 上講已經提到過這一點, 是因為糟糕的、壞的、惡的生活方式造成的。 而是因為你接受到壞的信息。 你以為沒有聽到真理, 在每天的生活中, 你遠離真的聽到那些謊言虛假的東西。 然後你看到謊言,你會覺得憤怒。 然後你每天討論著謊言。 然後這時候就產生了令你緊張的感覺。 不是endorphins讓你喜悟, 不是良善。 你周圍的人對你是那樣的惡, 他們總是在你背後說壞話,講你的醜聞。 他們還誤解你,誤會你。 你覺得很憤怒,是嗎? 你覺得很不安。 這些所有的情況,都會是你的基因變得越來越糟糕。 你從來沒有覺得這世界這麼美。 你看到每件事,你情緒上都覺得那樣醜,那樣壞。 你很久沒有在經歷過美了。 這時候你的基因就變得不正常。 所以,對信息、對意義、基因是有不同的反應。 因為基因自己就有意義。 因為基因是文字啊。 我們把這些文字稱作簡機順序。 在我們的身體裏, 有一定程序要殺死癌細胞。 當你找到了這麼美好的真理。 然後你會這樣高興地說, 哎呀,我身體裏有一個程序是要殺死癌細胞的。 早已經寫在了我的基因裏。 然後這個文字就是簡機順序。 然後人們為什麼會得癌症呢? 知道為什麼嗎? 即使他們有這樣的基因, 即使他們身體裏的基因能夠產生出殺死癌細胞的化學物質。 這些基因卻從來沒有活躍過,沒有工作過,沒有作用。 因此,這些基因的細胞細胞從來也沒有被全部扼殺過。 為什麼這個細胞, 已經在你的細胞細胞的細胞, 已經在你的細胞細胞, 還沒有活躍? 因為只有真的、美的、善良的,才能夠讓你的基因起到好的作用。 愛, 和希望。 你會說,我這樣的人還有指望嗎? 當我給癌症病人講解這一刻的時候, 我的癌症病人開始有了希望。 他們會說,我身體裡有這樣的基因啊! 就在我的T細胞裡, 會產生出這樣的殺死癌細胞的物質。 而且這個物質能夠完全殺死癌症。 現在我開始有了希望。 現在我開始有了希望。 ENDORPHIN產生了。 ENDORPHIN非常活躍, 它刺激了你的T細胞。 當T細胞接受到ENDORPHIN的時候, T細胞變得非常活躍。 然後T細胞開始產生出來殺害細胞的毒素。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鏈的反應了嗎? 因為真理。 真理使你有希望。 真理讓你開始有了信心。 當你聽我的講座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這就是真理了, 然後你會相信我說的話,對嗎? 然後你相信我們。 你懷疑的時候, 不是好的。 當你懷疑的時候, 我非常會害怕。 啊! 他會傷害我吧! 他現在對我好事假裝了, 這感覺很糟糕。 當你整天活在這種環境裡, 你身體的細胞就會慢慢停止。 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真理,真理非常重要。 所以要對別人好,要善待別人。 當你需要幫助別人, 你會發現,那是美好的行為。 你所做的美好的事情就產生了endorphin。 所以要善待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你聽到這樣的說法, 你聽過比爾蓋茨推文, 世界上的首富, 他們在決定要向社會做有意義的事情。 他們決定要把自己所有的錢還歸給社會。 當把錢給出去的時候,他們覺得開心。 我們身體裡的程序是要開心的。 當我們看到了真理,良善,美,信套,希望,愛心。 所以我們看到, 當你身體裡得到這麼美好的, 這件美好的事情, 又把它給出去了。 她說,當你把愛給別人的時候, 當你把美好的禮物送給你所關愛的人的時候, 你覺得喜樂嗎?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endorphin就產生了。 你知道世界上的什麼人最不開心嗎? 你知道世界上的什麼人最不高興嗎? 人們正好做得向我們相反的這些事。 人們總是給別人謊言。 人們都是自私的人。 他們不用對別人好。 他們不在乎每個事情。 他們對什麼都很懷疑。 那些絕望的人。 那些恨別人的人。 所有的這些都使基因變得衰退。 最後你會變得非常非常灰心。 不再有endorphin了。 不再有endorphin了。 也不再有平安的。 你覺得非常灰心。 失望。 你覺得你活著有什麼意思呢? 毫無理由。 今天許多年輕人都是這樣的感受。 因為他們還不了解自己身體裡的疾病。 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身體裡早已有一個程序, 讓他們喜樂地活在這個世上。 所以年輕人這一代覺得非常空虛。 因為他們沒有喜樂、沒有愛、沒有信心。 裡面是空的。 空虛的心靈裡要裝滿真理、良善、美、信心、希望、愛。 這時候基因就開始工作了。 然後T細胞就開始工作了。 然後他們就可以對社會做出美好的貢獻。 他們想多做一些美好的事。 對周圍的社會、對周圍的社會、對家人、對父母、 對周圍的人、對國家要做貢獻。 對全世界要做自己的貢獻。 所以我們要了解基因。 因為基因正是我們細胞的表現。 因為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裡, 在每一個細胞裡都儲存了基因的程序。 你還想更多的了解基因嗎? 那些文字的基因, 已經寫好程序的基因。 對美好的事情產生反應的, 使我們健康的基因。 你想了解嗎? 好,大家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